爱生活暗米食 大家好,我是小莉 我们今天来做一款超可爱的气泡小面包 做法特别简单,松软又好吃 准备150毫升温牛奶 加入3克酵母 15克白糖 搅拌融化以后静置几分钟 激发酵母的活性 大约5分钟以后 再加入15毫升的玉米油 调匀 准备200克的高筋面粉 加入1克盐 再加入调好的酵母牛奶 拌匀 再用手揉成面团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非常柔软的面团 面团揉至光滑了以后 盖好 醒发至两倍大 面团醒发到用手指按下去 不灰弹 就是醒发好了 取出来 放到案板上 不需要揉搓 用手轻压排气 再分成三份 把每份整理成圆形以后 再用手按压 再平均分成16份 把每一份像这样 向内按压 折叠 最后整理成小馒头的形状 把做好的生胚 摆放到烤盘上 用保鲜膜盖好 醒发至两倍大 在醒发好的生胚上 再薄薄的刷上一层纯牛奶 烤箱开上下火 160度提前预热 烤盘放在中层的位置 烤18分钟左右 烤至小面包明显的鼓起 颜色均匀 就可以出炉了 在碗中准备10克蜂蜜 10克清水 调匀以后 均匀地刷到面包上 这款气泡小面包 做法比较简单 颜值更是无敌的可爱 口感松软 有淡淡的奶香味 一口一个松软好吃 非常受小朋友和女士的欢迎 喜欢的小伙伴们 也动手做起来吧 我是小丽 喜欢我的视频 请关注留言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见 明天见 明天见